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好,我是白酷 今天要來練車的路線是新店從祥和路 然後又再接安祥路上山 然後繞圈下山到安康路 然後再折返 再從安祥路上山下山 再走原線的祥和路 這條路算是路很寬,車子也不多 很好跑的一條路線 在很多年前其實那時候還沒有建造祥和路 這一條又寬又大的馬路 大家都是要從安康路走安康路 進出安坑這個地方 安康路原本車子又多 然後呢它只有兩線道 所以說呢就非常的塞車 經過很多年之後呢 終於開去了祥和路 那麼路不僅變寬 而且呢 而且呢 還是很體質非常好走 今天呢走祥和路 這一段呢 其實呢先前已經走過很多遍 我能夠感覺到它的確是一個非常方便的一條路 當從祥和路 右轉 安祥路之後 就是一路上山 山上呢 山上呢 最有名的社區呢 就是綠中的社區 非常大的一個社區 那其實我年輕的時候呢 一直住在這個安祥路山上的彩結別墅社區 那每天下班之後呢 要嘛就是這個做捷運 做到這個新店施工所 然後再自己在這個轉車轉公車 然後回到山上 那其實這個公車呢 也不是很好的 所以說呢 回家的時間呢 要浪費非常久的時間 又或者是呢 自己開車 那麼經過安康路 然後呢 再這個向山回家 那同樣的安康路呢 也是車多 然後路很窄 是非常的塞車 所以說回到家呢 都要搞到這個 七八點八九點 那其實呢非常的辛苦 那麼在彩結別墅住了幾年之後呢 我就搬走了 那其中有一部分呢 也是因為交通民宿 最終我比較 習慣住在山上 但是呢 其實在大都市 比較大樓裡面呢 我也住過非常久的時間 那麼其實都很習慣 就是比較少住在海邊 那麼 那麼 今天呢 走這條路線呢 同時呢 也需要試看看 看看呢 這個 2500SX 它的 性能到底是 5分 那麼走 香河路這一段 路 那麼因為路很寬 那麼 這個車子又很少 那也 比較少 紅玉燈 所以說呢 其實呢 騎起來非常的順暢 非常的快 那麼 那麼 右轉安祥路一路上山之後 那麼 2500S 那個什麼表現又是如何呢 其實呢 整條上山的路呢 大概呢 都能夠保持在 三檔 甚至到四檔 這樣的一個擺姿 那 並不需要用到所謂的二檔 這種 低速檔 但是呢 因為呢 我這個騎車也不是 想要騎得非常快 所以說呢 所以說呢 在今天的這個 這個 試跑當中呢 我就發現 我的 每分鐘的 這個轉速呢 竟然呢 都沒有超過4500轉 可是呢 2500SX呢 它是 這個最大扭力 要這個7000轉以上 最大馬力 要 這個9000轉以上 才會爆發出來 也就是說呢 今天呢 我才發現說 我根本就還沒有把 2500SX呢 這個最大的實力呢 把它發揮出來 這一點呢 其實呢 我是覺得 有點意外 為什麼呢 因為今天我第一次 去看轉速條 那平常騎車呢 我是比較 不會去看轉速條 好 那就是今天 比較特急的地方 那麼 按翔路呢 它一樣 也是路很大條 而且車子又很少 那麼它的轉彎呢 也不會太 太這個 這個小轉彎 好 所以說呢 以這樣的一個 250的這個馬力 然後騎在這樣的一個 安詳路上呢 其實也是非常的好奇 非常的愜意 你不會覺得馬力不夠 而且呢 在過彎的時候呢 不管是它的 這個避震器的支撐呢 以及它的這個 轉彎 的靈敏度 其實呢 都會讓人家覺得非常的 好 那 下山的時候呢 安詳路後半段呢 下山要接 安康路的那一段 其實它的路面 比較沒有那麼好 那麼 各位從影片當中 可以看到前輪呢 這個避震 經過避震器呢 不斷的這個 彈跳 的一個過程 那這個又涉及到 胎壓 以及呢 它的避震器 的這個 雙方面的問題 那我感覺 那我感覺 像原廠它是 建議呢 前輪的胎壓呢 是 22PSI 後輪胎壓呢 是29PSI 那相對呢 它騎乘上 會比較舒適 那這種設定呢 可能會比較適合你去跑 零道 或者是跑一些 五路 三路 這一種 它的這個 抓地力摩擦力 會比較大 但是呢 這輛車子我剛買呢 的時候呢 並沒有特別去注意到 胎壓的問題 一直到呢 這個 騎過一段 這個 正在施工的路 感覺到呢 前後輪非常的難調 這時候呢 我才發現呢 好像胎壓太高了一點 這時候呢 我才去研究 原來的原廠設定呢 它的胎壓前輪是22 後輪是29 所以說呢 我就 這個 把這個 剛買來時候的胎壓 前輪32 後輪 39 然後就把它變成是 前輪22 後輪 29 可是這樣子呢 又讓人家感覺到呢 騎在一般的市區的柏油路上面 好像 摩擦力又太大了 尤其是你在 牽車子的時候呢 感覺到呢 這個好像 這個 龍頭轉彎呢 這個摩擦力非常大 感覺上這樣子 又不是非常的適當 同時呢 油耗呢 感覺上也沒有 像一般傳說的 那麼樣的好 大概 有30 32 33 左右 所以說呢 後來就比較 折衷一點 就把 再把前輪呢 他壓再射高一點 然後後輪呢 也一樣再把他這個調高一點 那麼現在我前輪是先把他設定是25 PSI 後輪設定是35 35 PSI 那麼這樣子來試看看 看看他的 這個本身呢 這個 騎乘的舒適感 以及呢 他的這個 抓地力啦 那麼 是不是適合平常的騎乘呢 當然如果說你要換路面騎 要去騎林道 要去騎這個 沙子路的話呢 那麼當然 你開啊 最好還是建議 降低一點 這樣子呢 會比較安全 抓地力會比較好 當然也會比較耗人 好 那麼 這個 這個下坡的時候呢 我覺得 你這台車 我大概 以我騎車的速度 大概保持在400 然後 讓他這樣也穩滑下去 其實我覺得是 算是 可以接受 算是安全 而且可以接受 很一樣的這樣一個速度 那麼 這個 這條路的說起來 其實也不夠刺激 但是我今天騎這條路 並不是要跑山 都只是呢 純粹去享受 舒服騎車的快感 那麼 這個對我來說呢 才是最重要的 那麼 你說去這個 跑山啊 速度要多快啦 轉彎要多麼樣的這個 什麼樣的姿勢啦 過彎啦 要如何啦 那我覺得 對我來講 那個都 沒有那麼樣重要 其實呢 我覺得 騎車還是以安全為主 那麼不需要去 這個 拼這種速度感 你要速度感的話呢 就是你坐飛機 速度感是最重要的 而且你可以去 開小飛機嘛 對不對 去坐這個 這個 三角翼 那個叫什麼 滑翔翼 對不對 那個都會讓你有速度感 並不需要呢 在這個道路上面 去 這個享受速度的快感呢 那因為這樣呢 有可能會去危害到別人的安全 那統統也會危害到自己的安全 那其實以台灣的路況而言的話呢 其實你說真的是 是需要說 這個幾百七七 這個上千七七的這種重機來騎呢 那其實我覺得 這個 當然它是一種樂趣 同時也是一種享受 但是以台灣的路況的話 其實根本就不需要這麼大的 嘛 為什麼這樣子講呢 因為你看在歐洲大陸 在歐亞大陸 或者是美洲大陸 他們其實是這個 非常廣闊的一塊大陸 他們點跟點 城市跟城市之間呢 其實呢 可能會相差幾百公里 甚至上千公里 那麼在中途當中呢 你可能半天看不到任何一個人 你說 你說像在內蒙古也是一樣 你開車在內蒙古呢 其實呢 真的是兩個小時 三個小時呢 你都看不到人 你看到的只是牛啊 羊啊 媽啊 這些動物而已 看不到人 那麼你要在城市之間呢 要移動的話呢 那麼你騎機車呢 你有可能說騎時速60公里 50公里 這樣子在騎呢 當然不可能 像這樣騎的話呢 你要騎到民國紀念場 所以說呢 通常他們都會保持在時速100公里 120公里 甚至呢 更高的時速 對他們來講的話呢 這個算是正常的騎車速度 而且是騎在 那種泥土路上面 那麼 要達到這樣的一個騎車的需求的話 那麼呢 當然 性能高的馬力大的重機呢 當然呢 就一運而勝 就需要這樣的一個 產物出來 因為人家移動都是一天 可能要幾百公里 上千公里的移動 不像台灣說呢 這個路邊隨時都有7-11 這個你騎一下 七個半個小時呢 從台北就有騎到桃林去了 那這很明顯的 就是豐富明晴的不同 所以說在台灣呢 我覺得 250cc的這種 哪裡的機車呢 其實非常夠用 譬如說我家也有一台125cc的這個速克達 那麼從我們家地下停車場呢 要騎上斜坡 這個出地下停車場 那麼經過的這個斜坡呢 其實蠻懂蠻玩的 那麼你騎 125cc的速克達呢 你會見得到呢 它這個它的這個引擎在失吼 引擎失吼著呢 才有辦法呢 這個衝上這個斜坡 然後呢 離開地板 但是現在騎250cc的這個 25.SX的話呢 我就發現它們就不用了 你油門呢 現在只要輕輕的含著 不需要轉太多 一擋呢 它就帶著你呢 呼嚕呼的就爬上斜坡 就出地下停車場 這個對我來講呢 是一個這個感覺上最大的差別 那你說你要上五嶺 25.SX它也不會有高山震的問題 它的馬力能量非常的正常 那麼當然五嶺你也不可能騎 騎到七八十公里嘛 因為絕對不太可能 所以尤其去在高山上面 而且這個車多UO 那樣的情況很像 所以說其實呢 我覺得以白牌的技巧來講的話 我覺得一般來看的話 我覺得是蠻合理的一種選擇 所以說以台灣呢 目前的這樣的一個路況 台灣的地形 現狀來看的話呢 其實呢 250cc的白牌汽車呢 其實都已經非常地夠了 所以說這種交通呢 其實還是保守一點為比較好 就是說你真的是有那種長距離移動的 高速移動的需求的話 那麼其實我建議你就是開車 開車呢 它一定有路權 你不用去跟 跟這裡去爭 那麼 而且是鐵包肉 裡面還有各式各樣的安全器能 各式各樣的一個安全設備 來打破你的人身安全 那麼對你自己 對你的家人 甚至對於路上的其他人來講 都是一種挑戰 那麼我現在呢其實並不需要騎車上下班 那麼 這個我在 這個 裝備其實我覺得最好的交通方式 其實就是 坐捷運 我現在是沒有搭公車 我下完捷運之後 有必要我就是騎U-Bike 那其實這是一個最快的 最便宜的 而且我覺得是最有效率的一種 這種方式 那我反而不會騎機車在雙北市騎機車 因為 這個 一方面 不是那麼樣安全 這因為車子很多 而且路況又很複雜 複雜到可能不是 你能夠 你能夠這個 應付的 尤其是像我們這種聯繫的人 可能 你的頭腦沒有那麼靈光 或者是呢 會有一些路上的交通設計的一些限制 你根本就無從發現 所以說基本上我騎機車呢 並不是為了要上下班 也不是為了要這個 去買便當 買便當 其實我都是騎自行車 比較快 那 比現在呢 騎這個 25.SX 不要呢 還是一種休閒的目的為主 騎車車然後到 這個路上 看看 這個 風景 或者是呢 去 拍拍照 那麼 享受一下騎車 的樂趣 那麼就是那種震動的 需要打膽的 可以活動你的這個 這個 腦部的 這樣的一個運動方式 反正是比較傾向的這種性質 所以說呢 我 並不需要去 機車去 擠機車的去這個 上下班 我也不需要呢 去山上呢 去跟人家呢 這個 這個 拼速度 去飆車 那這些都不是我們這種 這種人呢 能夠去做的 那 我也不是說 跟越野車一樣呢 去騎那種 騎區的地形 去騎那種很難騎的 林道 有可能會摔到山 滾下去的那種林道 那可能其實會覺得 我也不夠資格 去騎那種路 那頂多呢 就是一般的這個 林道 就是戰備道 那去這個 騎一騎 享受一下 騎車的樂趣 就是這樣子而已 所以 平常騎車的時間 其實也不多 因為家裡面還有這個 小孩子要照顧 那我能夠 利用去騎車的時間呢 其實也不夠 那其實在買這一台 2500SX機車之前 其實都是騎腳踏車 自行車 包括公務車啦 單山車等等 那其實我是騎了好幾個自行車 那麼一直到最近呢 才開始 去嘗試 這種擋車 那麼其實擋車 有些擋車的樂趣 尤其是 它整個機械結構 你怎樣去教育這輛車 怎樣去這個 使用離合器 怎樣去這個 打擋 進擋 進擋 退擋 那麼這些呢 都是對自己來講 都是一種 這個 一種考驗 同時呢 它也是一種 機器操作的樂趣 那當然 騎 那個開車的話 有沒有呢 其實開車的話 也是有的 如果說你去開 像這個ZIMI 好的話呢 去開一些 這個騎區的地形 那個其實也充滿樂趣 那麼 這個 只不過說 當然這個有時候 你要塑膝啦 這個冒險性 也是非常大 那都是要 有朋友跟你一起去 現在這樣才會比較安全 話說 大家都在問 這個 這個2500SX 到底什麼時候要上市呢 由於問的人太多 讓人家感覺到 好像是現在全世界 大家呢 都想知道 烏克蘭到底什麼時候要大反攻啊 感覺上呢 就是類似像這種 這麼重大的 這麼這裡的一個 大的這個問題 那其實呢 各位呢 回過頭來 再去想一想 你說像剛剛提到的 兼明 這台這個 小型號車 那聽說呢 有很多人 他們 訂車呢 訂了兩年 都還沒有拿到車子 訂車 然後經過的兩年 都還沒有拿到車子 當然這個先前 先前又說 因為他沒辦法經過 這個 通過台灣的繁寶 所以說這輛車 就沒辦法再檢控 那想想看呢 你可以為了訂一輛車子 去等兩年 甚至呢 你去訂一般的這個重機 那麼可能你也需要等三個月 要等半年 等一年 這麼久的時間 好像先前那個 ZX250 大家都很久 那麼既然大家可以等這麼久的時間 為什麼 大家會想要急著呢 要在呢 要在呢 這個 這個 25.SX的上市前這段時間呢 那麼樣的急出呢 想要去呢 去提這輛車 好像 也沒那麼急 對不對 那 所以說呢 其實大家呢 就是大家就是 再耐一下幸福 再等 再等 這個 等一會兒 再等一段時間 馬上呢 這輛車呢 就會上市了 到時候呢 也許大家呢 可以組成一個 這個 小油鳥 好的 車隊 好 然後定期的聯絡 定期的去這個 園移 看不起去哪裡 好 那麼這個呢 也是一個 未來一個很好的方向 因為我相信 這台車一定會有 非常多人 非常的興趣 好 那 這可惜 這個台裡呢 他沒有 及早的去見證 這台車 好 所以說我覺得他們 其實在營業損失 應該也是蠻大的 好 那麼以上呢 就是 跟各位聊一聊 這個 這一次呢 騎這個鄉河路 騎岸鄉路 這樣的一個 這個 製車的路線 讓各位呢 去看一下 這台車呢 在站立上的門線 那同時呢 順便聊一下呢 大家對於期待 很久沒這台 25.SX 到底什麼時候 上市的一些觀點 那麼 不用給大家做我的參考 下次再見囉 還有呢 就是麻煩大家幫我按讚 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感謝你喔 掰掰